自103年行政院環保署 調整清潔隊員獎金上限為8000元以來 各執俠市陸續跟進 一律調整至8000元 新美市政府在106年7月也跟著發放 但是卻採取清潔車駕駛8000元 其他外勤清潔人員7000元的差別發放方式 對此新美市環保局公會表示 此舉相當不公平 也造成清潔隊員彼此間的差異和矛盾 我們今天公會就是 托付著基層的名義 做了一個大連署 這個連署書 已經超過7成的隊員 對這一次的發放方式非常的不滿 然後也懇請我們議員 來幫我們協助明年 是否可以全面的8000 自家的保分發8000塊 那因為清潔隊員呢 一般普遍認為說 清潔隊員都是基層 都很辛苦 為什麼會有7000 8000的區別 那因為相關比較其他的都 我們的高雄 台中 桃園 台北市 他們所有的清潔隊員的清潔獎金都是8000塊 市議員質疑 實際從事清理飛機物的外勤隊員和技工 像是清潔福與垃圾車的隨車人員 比駕駛少了1000元的獎金 但是他們的工作並沒有比較輕鬆 實在不應該以差別發放的方式來獎勵不同性質的清潔人員 一樣跟我一樣是隨車人員 還有一些地勤的大哥大姐們 可能他們比較不敢講 都會跟我說 就是說 我有一些 不是說我不願意做那樣的工作 或者是說你們說 市議比較辛苦 大家也都認同 不是也不是說辛苦 就是說壓力比較大 但是我們一樣每天在那邊吹風淋雨 那在幫助市容的整潔部分 那我們真的搞不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受到這樣一個差別的待遇 這一次的獎金的發放方式 其實是之前到每一個清潔隊去辦理座談 然後跟這個基層的隊員討論之後 大概取得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今年一整年會是一個試辦的性質 那我們在今年結束之後 我們還會再與所有的清潔隊員來做一個討論 看看說大家的反應如何 那最後我們也會依照 所有清潔隊員這樣子的一個 討論的結果來辦理 就是說清潔獎金的一個發放方式的調整 新北市人口數高居全國之冠 清潔工作相較於其他縣市也更加辛苦 清潔獎金原始鼓勵性質 但是差別待遇的發放方式 讓一番美意打了折扣 甚至還引發爭議 相信不管是省語都不樂見 要公平 不要對立 這裡 сред天空新聞版橋報道 廖宗天 廖宗天 廖宗天